日本和牛魁为14年来台湾 也让不少的民众趋之肉物 而现在饭店业者就纷纷推出了和牛料理 主要都是纽约克、菲利还有沙朗牛排 都是在牛的背部 油脂包覆的比较紧密 而且口感比较好的部位 也因此让各个饭店的定位率和询问度大幅的提升 在日本和牛上头均匀的撒上盐 放上煎台和乳花的奶油一起煎 瞬间香气四溢 20秒后翻面将另一面也煎成漂亮金黄色 静置10到15分钟后放进烤箱 烤上30到40秒 让牛肉的肉质更加Q弹 服务人员一端上桌 就让抢先品尝的民众超级兴奋 切开来带点粉嫩色泽的纽约克牛排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 民众愿意花大钱吃顶级日本和牛 饭店业者也抓紧机会引进日本和牛 主要锁定背部 运动较少的沙朗 纽约克和费力牛排等 消费者的询问度和定位也增加五成左右 以维多利亚来说 和牛端上桌增加两成业绩 精华酒店的13种不同和牛料理 也增加八到九成定位 喜来的饭店光是要吃和牛的消费者 就有八成满 而下周即将开卖的美孚饭店 也多了两到三成的询问度 它已经最高 但我们还是要去做挑选 它的油花细致度 还有它的部位 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口感 而且它是比一般的美奥牛 是高出很多 回味14年才能在台湾 再吃到日本和牛 不止民众为之疯狂 饭店业者也纷纷推出不同的和牛料理 要让消费者不止好吃 还能品尝到不一样的美味 民事新闻员绿城新宴台北报道